大家好,我是乌鱼薛传 这个视频咱们重点点评 三亿总工,圣囤框业,金城股份,厚铺股份,航天信息 那么这些个股的话呢 都是粉丝朋友在视频的下方进行留言到的 那么咱们做一个技术性点评 仅供参考 不作为买卖一句 像航天信息,金城股份 包括了像圣囤框业 好,那么我们来看 首先三亿总工呢 像有一位粉丝朋友留言说 这个会不会跌到16元的位置 这一块的话呢 无从下手就是呢 很难给出肯定的声音 它会或不会 但是有一点点是明确的 什么明确呢 当前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下跌区当中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 而且呢 这一只个咱们前面是用均线的角度 是多次点评过 点评的基点是什么呢 点评的基点里头在这样的一个基点上 它是属于MICD底背离 结合呢 有一定的量能的体现 那么把它作为 在140年均线下方 即便呢 有移动 有这样的一个量能的体现 有底背离 从均线的视角来讲 只是把它作为超低反弹的视角 不能作为 不能用趋势的维度去跟 因为呢 在140年均线下方 受到140年均线压制 它是没有趋势可言的 但是呢 如果说有移动 有轮动 有量能的体现 是可以用超低反弹的视角去跟 但是呢 140年均线承压 上不去 即使找卖点 那么这是一次节点 到了140年均线承压 非常的标准啊 那么第二次的话呢 它也是140年均线承压 140年均线承压过之后的话呢 对应呢 其实从超低反弹 低级高抛的视角来讲 就是上不去 就是找卖点 找卖点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下方呢 有一个小的低点和低点相连的 这样的趋势线的一个支撑 如果说不破 那么呢 这个位置的持续震荡 那么呢 只是观察 它最终能不能 向上选择方向 站稳140年均上方 如果说向下选择方向了 那么实际上又是再度破位 那么从19跌到当前20元的位置来讲 其实股价本身已经是 属于腰斩之后 又基于下跌 属于那调整的幅度 已经非常是深 但是呢 这个位置还是给心低 并没有止跌 至于说 它能跌到什么价格去 不用去猜 也没有必要去 刻意的去 预测 但是呢 140年均下附近没有上去 肯定是要 减的 或者是低级高跑的视角 肯定是要应对的 因为它毕竟没有趋势 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趋势线破位了 也是要 应对 或者是减的一个处理 如果说你持续看好这一支股 其实从中长期来讲 我对这一支股 还是有一定的期待的 但是眼下 它还属于弱势当中 还属于下跌趋势当中 那么什么情况下 可以去转好呢 什么情况下 它才能够进一步走强呢 其实这个位置的话 最终 即便 一当前还没有位置跌 第二 如果说止跌了 那么它 大概率还是要 有一个模型的平台 然后的话呢 还实现一定的 平台突破和量能突破 均线的视角的话呢 53上升140年均 也形成这样的一个 趋势的一个拐点 才有机会 有可能形成大的趋势行情 当前的话呢 还属于这样的数值当中 那么我们可以参照历史上的 这一段的一个走法 好 我们来看 当然这是2015年6月份的股灾 那么呢 从10 前面的是一路高跟猛进 结果呢 一路下跌 从12块钱跌到什么 跌到4块5的位置 但是呢 我们来看 像这类个股 其实在它 破位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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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几点当中 它也是长周期 受到144天均线的压制 144年均的压制 那么至于说 你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你说它下方 能不能跌到4块钱呀 能不能跌到3块钱呀 能不能跌到3块5呀 等等 没有必要去猜 但是呢 从趋势的角度来讲 它什么时候 重新站稳了 144天均线的上方 而且呢 震荡当中始终 不破140天均线 低点太高了 那么你才可以作为 重点跟踪的一个视角 或者用趋势的角度去跟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对应的 例如说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在这样的节点 在这样的节点 要么用趋势的角度 是不参与 如果说用 有一定的轮动 那么对应呢 只能用超低反弹的一个视角 见好就受见 跑就跑的一个维度 如此而已 大家可以举一反善 好 这是三银总工 而且呢 在它10块钱 11块钱 在它呢 9块钱 在这样的节点当中 恨不得呢 认为它就属于 能够不断的走牛 不断的走牛 而它那跌到4块钱 跌到3块钱的位置的话呢 就认为它已经打入18层地狱了 没机会了 其实呢 没有必要这么极端 但是呢 市场没有给你 机会不是任何人给的 是市场给的 风险也不是任何人给的 而是呢 市场呈现出来的 所以说呢 耐心等待 等待什么信号呢 好 不算新低的同时 稳稳的 5军 13军 上升140年军线 然后呢 低点再抬高 形成新的 由下跌结构 转化为上涨结构 在这过程当中 在拐点形成之际 小心翼翼的去试 试的同时还要防范 会不会重新再次跌破140年军线 如果不跌破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就可以用上涨结构的一个维度去跟 即可 好 这是三一总工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我下面去跟上圣屯匡业 那么圣屯匡业 自治个股的一个表达来讲 当前 对他的一个态度是什么 是属于破位吗 这是很典型的再度破位 那么对于圣屯匡业 这一支构 前面也是从14块的 6毛5 跌到前面 140年军线附近 他也是调整了35% 咱们前面讲的30% 50%是一个 左右是一个观潮级点 如果说呢 调整内部有备值 再结合140年军线 或者重要的趋势支撑线的支撑 它是一个观察级点 那么反弹呢 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 那么当前呢 他又再度破了 前面破了144天军线 同时呢 小的趋势线的破位 这样子的个股的 跟踪视角的话 跟踪视角的话呢 就属于 好 140年军线破位 然后呢 地点和地点相连 趋势线破位 破位过之后的话呢 后面如果说 即便给你反周 不能重新站上 这个趋势线的上方 不能站上 144年军线的上方 那么反周也是找卖点的 更何况 当前还并没有止跌 如果说呢 后面整个有设 整个 抽期方向有整个板块 有资金的流入 个股的话呢 他能够出现 这样的一个多空转换 就能把这个阴线给覆盖掉 并且的话呢 把前面的趋势 破位的这种趋势支撑 转化于趋势的压力 能够突破掉 然后呢 回踩不破 你才有可能 用多头的一个视角 来就跟 来去把握 而当前的话呢 如果说后面反弹量能 也没有 上方的话呢 趋势线或者是140年军线 都不能上去 都不能稳稳的上去 那么反弹也是找卖点的 好 然后用少的一个周期 来去看的话呢 上方 这是高点和高点相连 把它作为一个 趋势的承压 下方低点和低点相连 它是属于这样的 乡下的一个 通道内 甚至当前的做法呢 甚至是一个 加速赶底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还没有止跌 因为还没有创新 还是不断给出新低的 好 是盛存框业 那么如果说后面 反弹 强满包 可留 弱反包 数量反 依然是找卖点 如果说呢 即便卖错了 也不怕 如果说重新 再连续再亮了 能够重新沾上 140年均线上方 把这呢 上方的压力线 给突破掉 下方呢 远先突破的 这样的一个 跌破的这样的 橘子升线 破位之后 重新沾上 那么你可以重新再接 这样的话呢 还是属于顺势交易 好 这是盛存框业 那么我们再看 金城股份 那么像金城股份 这类个股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其实咱们在手摆的时候 重点 点苹果 在它这个位置呢 用单阳不破的视角 也定评过 只不过呢 再往上 给说七连板 八连板之后的话呢 就属于高速不升寒了 高速不升寒的话呢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 是属于不断地 心机的过程当中 那么从 单纯的技术结构 来去看的话呢 那么这类个股 是不轻易的去 过早的去抄底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类个股 第一 它并没有强大的意义之声 第二的话呢 前面 它是经过这样的一个 疯狂操作过程当前是属于退潮的阶段 而且整个板块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退潮的延续 这是一个视角 那么如果说后面 什么情况下是可以去跟了呢 最起码 比如说 连前面呢 连续四个交易日 这是一个小的增长平台 如果说能把这样的小的增长平台 给强覆盖掉 那么它只是 短线的 有空转多的一个 视角 对了 如果说向上的话呢 还要看 这是一个 下 上 下 如果说呢 返球连前面这样的一个低点都不接触的话呢 它实际上还会 大概的去往下 如果说接触的话呢 它完全又可以逐渐一个 30分钟中枢 而后的话呢 不排除再度线下离开断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反弹力度 稍强一点 后面回落的话呢 不破前面低点 那样能够保持住 那么呢 在这样的几点是可以 去尝试性的 作为一个机会点去跟的 好 或者说呢 这个位置反弹的力度没那么强 回落下来 带有抵抗 有内部有结构 有被磁 然而140年军演不破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如果说出现强底分 有量能配合 也可以作为一个观察的基点 所以当前的话呢 这是一个视角 如果说用 阶段性高点和高点相连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下行通道 而且收到五军之下 你最起码的话呢 像这里个五 只能去观察 而且的话呢 在这个通道没有改变之前 不建议过早的去 抄底 如果说呢 能够突破这个通道 同时的话呢 把前面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给突破之后 量能够提振 那么的后面的话呢 可以用 虽然强底分 可以用五分钟的二连买点 就是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去试 破前面低点的话 纠错 不破前面低点的话 看观察能不能给出一笔上 这是一个小心翼翼的去试的一个视角 而不是通过技术分析 它到底有没有指令 未来能不能开启一大半行情 自然 从强热的角度来讲去跟 好 这是精神股份 那么我们再看向后谱股份和航天信息 那么后谱股份的话呢 那么这一支个股当前 它也是非常清晰的 这样的一个 一笔下的延续当中 其实呢 对待观察一支个股 咱们前面讲的比较粗糙的两个视角 第一有没有业绩 第二的话呢 140年军院上方还是下方 这是比较粗糙的一个分类 那么当前它是属于跌破了140年军院 53上下穿140年军院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小周期来讲 它也是这样的一个下行通道的运行过程当中 更重要的是持续无量 持续无量的一种状态 MICD零周下方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最起码 如果说后面 一上且还不能视为止低啊 只不过呢 它在前低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最后一道关口 是一个技术的一个观察点 如果这个位置呢 能够扛得住 后面呢 你看它能不能量价提升 就是能不能有带量的 带量重新站稳 140年军线上方 53上穿140年军院 它才能够形成下上下大的一个中枢 日线级别中枢之后 然而再期待 会不会有一步行情 这是一个 首先呢 它必须有一个多头明显占优 多头转换的一个表达 当前还没有量能也没有表达 然后呢 它的一个走势来讲 是属于这样的下行通道 好 同时呢 有均线的维度来讲的话呢 当前还是 属于空头排列当中 好 这是后苦股份 那么至于说 像这类个股 它的一个 支撑接点 或者是重要的观察接点 是什么呢 当前这个位置 只是 看它前面 例如说前面这个低点 是一个考察的接点 这是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下上下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破了 基于往下破了 反而站不上来 那么它就演化为大的双顶结构 如果这个位置始终不破 或者是破了一下立马的身上来 并且带量 那么它又可以组建一个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日线级别中枢 然后的话呢 7点会不会相当的一段 或者是反向运动 好 那么下方的话呢 那么在下方 又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 这个平台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因为前面 它积累的涨幅 是比较充沛的 所以说呢 当前这个位置调整的话呢 只是观察多空力量转变 在多头力量没有表现出 没有表现出 有力的 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占优之前 没有必要呢 去猜 好 这是后补股份的一个态度 但是你要用长期视角来进行观察的话呢 那么当前我们 重点来考察 这一段的下跌 日线是属于一笔下 好 日线一笔下 30分钟的话呢 它是属于30分钟的 大的先端下跌 然而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去观 观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当前它实际上 它连 这位置只是可以作为五分钟中枢组件而已 例如前面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列数呢 对应的 在这样的一个基点 可以把它作为小的五分钟中枢 小的五分钟中枢 小的五分钟中枢 只不过呢 它的一笔下 然而内部的结构来讲 是相对比较饱满 这个位置如果说再往下 但是呢 它下跌的这样的一个 力度持续减缓 用最最新的一个五分钟枢 就最近的一个五分钟枢 来去考察就可以了 什么时候给你一个 突破五分钟枢上延 然后呢 抢几分 带量 如果都回落 连五分钟枢上延都不接触 五分钟级别的23点 买点重合 这是一个短线考察的节点 同时的它也和咱们刚才日线的维度上面来讲 这样的一个下线通道的突破之后灰彩 相混合 好 如果说呢 还震荡一下 连五分钟中枢上延 最近一个可能中枢上延都不能接触 或者中部能有效的突破 对应的话呢 它完全可以上延 五分钟的中枢延伸 或者说呢 延伸过 这种不排除 再走向下离开的话 所以说呢 等待这样的一个信号出现 好 这是后部股份的一个态度 而且呢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对应的 它和美景能源还不同 这一只个股呢 它是属于扭亏 金城股份呢 是属于 像刚才的金城股份的话呢 它是属于 业绩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亏损的 所以说呢 业绩它不是万能的 但是呢 有强大的意义体制 如果说呢 持续性的下跌 调整非常充分 它未来被轮动到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而且的话呢 就属于技术面更多的 从择实的一个视角去 以及呢 从它当前表达的强弱 阶段性的强弱 或者是大的结构 趋势的视角去跟 而基本面的话呢 是它背后的一些 另一个维度的逻辑 是否支撑而已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航天信息 那么航天信息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像这类个股表达 我们来看 首先呢 从基本面的一个视角 来去观察的话呢 它在2021年的 一二三季度 业绩呢 表现都是比较亮眼的 年报的预报的 还没有出来 不出意外的话 年报应该也不会太差 那么这是一个观察视角 那么从中长期的一个维度来看 它从四十九块金毛四 到当前十元附近 其他的位置并不高 就是同样的个股 如果说面临 被套了 如果说调整非常充分 而且的话呢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勾注大的地位 定台的节点上 业绩又强有力的支撑 它会未来呢 更容易解套 但是这并不是你死扛的理由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航天信息 这也是给我当前的一个表达 当前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首先从大的一个视角来看 从四十九块金毛四 完全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周线级别的盘整下跌 而且呢 有这样的一个盘整被持 就是它和它直接是有被持的 好 这是周线的线段下 周线的线段上 周线的线段下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始终 如果说这个地点始终不破 它是可以期待一个周线的 线段上的一个反弹的 那么我们有周线的一个视角 来去观察 前面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周线的 小中枢 周线的一个中枢 来去观照 这个位置的话呢 当然从周线的角度来讲 先观察上方 真正的压力呢 或者是参考节点 在二十元附近 这是周线的一个表达 那么我们用日K线的一个视角 来看的什么 看的是阶段性 列说 对应的 前面的从三十一块一的位置 这是一个日线级别中枢 回落 如果当前呢 从十块零九的位置以来 它也在勾住一个日线级别中枢 当前是属于中枢延伸 那么中枢延伸的一个观察级点 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作为日线级别中枢延伸 因为又接触到这中枢上沿 三脉是不成立的 三脉不成立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它的一个考察 现在看有没有这样的耐心 如果说有耐心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好 量能近期呢 是有所表达的 人呢 回落下来过之后呢 从大的一个结构里来 它的位置并不算高 只是把它作为中枢震荡的视角 中枢震荡视角 如果说用日线维度来讲 好 这是日线一笔下的发展当中 如果反出力度没那么强 再给出日线一笔下 那么日线的性能下跌 日线线的主要说 在这个中枢的下沿附近 对应的前面低点都不破 那么对应的内部有被迟 是可以用中枢震荡的一个视角 来去低吸高抛的视角去跟 好 这是用残忍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观察的 当然这个位置的话呢 如果说向上怎么办呢 向上反抽 那么呢 它是属于一个小的趋势线的破位 小的趋势线的破位 如果说向上反抽的力度不强 这个趋势线 不能重新在那趋势线的上方 或是呢 到趋势线附近 但是呢 力度是衰竭的 那么向上反抽 反是要找卖点的 它是属于破位的一个走法 破位走法呢 如果说这个反抽力度比较弱 找卖点 但是如果再进回落 它们之间是否有被迟 然后的话呢 是否有强底分 量推能否保持住 如果说一切满足 那么呢 调整下来可以用大的 中枢震荡的一个视角 去低吸革化的一个位度去看 好 这是航天信息 但是如果说用均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会更加的 简单 这个简单是什么 当前先手下140内均线嘛 140内均线 如果说破了 那么对应的 要进一步 规避风险 如果反抽的话呢 那么140内均线不过 反抽看能否能否量 能带量 并且呢重新站上武军 站上13年均线 和传统意义上呢 这样的一个趋势线破位 能不能重新站到趋势线的上方 一曲同工 好 这是航天信息 好 以上呢 只作为技术交流 建议分享 不作为买卖一句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